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所以我只要来过一次就也不想再来 第二个就是它没有当地消费 所以基本上当地人赚不到什么钱 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没有任何的帮助 可是比较担心的就会是说 如果公部门一直觉得我要发展观光 所以大众观光 所以我一直在盖硬体的东西 那那个下场就会很糟 为了因应快捷便利的大众旅游市场 蓝宇进入高度开发的时代 港口水泥化的设施破坏海洋生态 自然步道的人工修建 摧毁物种基地 许多部落的面貌 越来越神似台湾的小村落 蓝宇不见了 在现代浪潮的冲击下 曾经是最富人文之美的蓝宇 渐渐成为一座文化漂浪之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外界的期待改变着蓝宇 但是有一群蓝宇青年 希望改变外界的目光 在蓝宇国中的校园内 一个生态解说团队 开始运作 参加的学员是蓝宇达物族的大专青年 他们暑假返乡 为的就是帮助故乡 这次办这样的一个 就是我们大专青年的一个 解说人才培训营 主要就是说很多的学生 他从国小国中到高中 甚至于高中之后要到台湾去念书 那跟蓝宇的那个文化的一个接触呢 甚至于真的说实在 已经少之又少 所以可能 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地方 可能是文化上有些断层了 那借由这样的一个培训营 让他们能够重新认识蓝宇 发掘蓝宇 那进而去把我们的文化能够传承下去 这个是我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那第二个呢 蓝宇的那个观光解说的部分 是非常非常的弱 那所以以至于就是我希望就是说 蓝宇的指要提高 那就必须要从我们解说眼这边开始做起 对于这群现代化的蓝宇年轻人 传统文化日益遥远 甚至他们已经不熟悉自己的母语名字 然后写那个名字 就是自己的母语名 就是中文名都有的嘛 就是写母语名 看是要写汉字或者是 那个罗马拼都可以 要用母语名字吗 都可以啊 他们有的用母语 这样不就变虾蛮 没有啦 开玩笑 虾蛮还没有想 跟哦 跟哦 嗯 你用中文的啦 那个流动 你用牙加油 很难听 因为要比 过边西又变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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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榴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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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文化事物已经慢慢陌生 但是对于蓝宇的爱 每一位参加的学员 都有深厚的情感 我叫谢文龙 然后我打物名叫西榴洞 然后请多多指教 西榴洞 石榴洞 石榴洞 石榴洞就是 怎么讲呢 就是心胸很宽大 本来就是啊 因为我之前有休息了 我想要继续再读吧 我可能会 18岁的小龙 在团队中年纪最轻 但是对蓝宇的感情 却是无比坚毅 曾经在国三时写信给总统 希望牵走核废料 成为知名的蓝宇小斗士 我要蔡佩君啊 然后我现在是在台东大学 社教室那边 我要升大师 然后会主要参加这个活动 是因为我觉得 他跟我学的还蛮相近的 个性安静的佩君 算是团队中 对传统文化了解深入的学员 参加这一次的活动 他希望能够厚实 自己乡土教材的基础 当初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 那种游客的数字 好像一年比一年差 然后也一年比一年多 所以想借这样的一个 培训营的一个部分来 来导致一些游客 对蓝宇的一个观念 那他不再是 只是走马康花去认识蓝宇 而是说 他来这边不是来看 不是来观光 是来学习我们的文化 第一阶段受训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阶段 是7月4号到14号 从7月4号到14号 然后21到24就是代替第一梯 第一梯这个是四天三夜的 我想要先谈一下蓝宇的概论 然后我们再来讨论 这个暑假大家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其实我们没有非常的设定 各位要去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带人家去学习跟体验蓝宇的生活的时候 你想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在活动中 许多位蓝宇国中的老师 扮演重要的协力讲师 他们平均在蓝宇任教都超过7年以上 对于蓝宇文化有一定的认识 但是从外地人的身份 教导蓝宇青年认识自己文化 他们有着深刻的思考 基本上我们是一个朋友跟陪伴的角色 也就是说其实 我原来到那里是没有任何的想法 就是说我要去蓝宇做什么 是我去了那边之后 因为跟他们有一些互动 那刚好有一些背景 是他们在跟我聊一些问题的时候 可能我可以提供给他们的 所以那个过程其实并不是 我们去想做什么 而是他们先丢东西出来 然后我们才告诉他们 那其实可以怎么样 我就真的是很感动 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当你们的老师 其实我是觉得是说 一头田的这个文化 大家体会一下我们男女的妇女 她们在田间的工作 男人的海 女人的田 这是蓝宇传统文化中细密的分工 要挖芋头的时候 这里要留一部分要留一点 肉因为要让它继续长 这叫做什么 书粒 念一次 书粒 辨识教训 这要重新种下去的 因为这就是 就是我们的传统都会让什么 物种延续下去 可能也是 不会让它死掉 然后要继续种下去 学们到田中 学习蓝语妇女经营田地 也要练习传统芋头糕的做法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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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上的回歸 所謂生活上的回歸 就是大家去過全種生活 而是說去了解自己的生活文化是什麼 結束一天的課程 小龍繞了半圈道才回到家中 他寫下今天課程的心得作業 是要寫我們今天的 你說期待什麼 其實我覺得 期待就是 他就是目的就是要培養當地的導演 我就是正好也就是蠻喜歡當導演的工作 而且我覺得就算我以後就是 什麼沒有工作什麼什麼之類的 反正我一定會回到藍瑜 而且當到藍瑜我也會自己 就過著像我爸爸他們那樣的生活 自己做什麼東西 我覺得人本來就是應該就要過這種 樂天之命的生活吧 小龍觀察事物具有敏銳度 對於藍瑜文化施根的命運 有他自己的觀察 藍瑜怎麼講呢 就是你現在的主流社會 你一定要跟著他走 你不跟著他走 你也就像你去學知識一樣 你一定要跟那個知識 主流的知識走 你不同知識的話 就算你這樣子學了很多 像我爸爸 你看他不會講國語 講國語也幾個 你一定要怎麼跟外人表達 所以其實也是要學一下主流社會的 大概有多少人 其實我覺得我們倒不需要 憂慮說有所謂的新跟舊的問題 或是說他的傳統跟現代能不能融合 嗯 如果他們是有想法的話 他們對自己的文化是有自信的話 他自然就會在這個變動裡面 把好的東西保留下來 會創造出新的東西出來 我覺得這種東西應該是很自然 而不是很刻意說 你應該怎麼樣做 怎麼怎麼做 而且沒有這個人 沒有這個神會出現 不是相公所也不是任何人 規定你來你的文化要怎麼走 一定是所有的人 一起來形成這個新的文化 這個港口其實在這邊 就非常的一個不對稱的對稱 是怎樣 右邊是天然的 是屬於孕育我們生命之母 但是左邊呢 是為了我們 孕育出我們的文明之後 我們去改變環境 要讓我們生活更舒暢 更順暢 可是這樣子一個中間 切成兩邊之後 我們會看到 左邊其實 我想不用帶大家去那邊走 我們會發現那邊還有沒有生命 其實沒有生命 為了讓這一群年輕人 了解蘭嶼面對現代開發造成的衝擊 海洋學者邱玉文 從水的角度 說明蘭嶼居民與水的關係 那我們就去那邊去看看 那邊有多少的生物 可以讓我們去發現它 那我們就走 來大隊大哥 你看我們這邊的綠色是從山上一直連 我們先掠過人的房子跟馬路 是一直連串對不對 對 然後各位站著這個地方再往下看 植物變多還是變少了 變少 變少 表示這邊以下 這邊以下的地方 屬於海水偶爾就會怎樣 會上來的地方 所以很多的植物都耐不住 這邊這種叫做海濱植物 我們慢慢走過去 下來我們再吃餅好了 在蘭嶼部落中 現代化的樣貌 讓傳統蘭嶼成為一種文化想像 認識部落的變遷 成為認識現代蘭嶼的必修課程 我們來有一個很好的是 他的生活的那個 生活的習慣啊什麼 都融入在墓前 他以前我們有可以抵賴案 他就是放在路上生活就這樣了 我們可以還可以想像說 我們過去的生活 那這個是一公鴨安門 白毛 那個伊勒 我們有東青部落的叫伊勒 這個是阿萊瓦 这个就是也有部落的 这个全貌 只有这么一点点 其他的部落范围很广 这比较集中 太集中了 这变成巷道 就很拥挤 感觉很小 我们常常讲说屁股山 我们也有人说双峰 两边站一个人就是双峰了 那不要站人就是屁股 那原意是什么 Bangarurugan Bangarurugan是滚的意思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的环境 就是植被植物 都是这种芒草 他们要把那个附近干什么 盖房子用 或者盖船屋 就是建筑之用 于是他就从这个坡滚下去 野游部落上方的馒头山 高大的十字架聪立着 这里一度是露天的教堂 神职人员在这儿宣教 现今许多蓝语年轻人齐聚 学习用自己的话语 说出蓝语的故事 那边有零星的有种 我们的准老师 准老师 准老师包含珍珠的那种 你就帮我们当作幼稚园 把我们当作石头幼稚园 拉上台 拉上台 来 你就想像你的部落了 好 开始了 现在你们是在野游部落上面 这边通常就是大家都叫它屁股山 然后现在你们看到底下那边是蓝语中学 然后是 应该是近几年才改制成完全中学 然后 连续五天的上课 这群年轻人体验自己的文化 但是亲自带团介绍自己的故乡 在他们脸上流露着紧张的神情 未来就是后面有四个梯队 如果按照正常顺利的话 会四个梯队全部都载的举手 四个梯队 就是到八月底都会载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OK 好 那 你们的对象大部分会是大人 好 那当你在面对他们的时候 你不要紧张 为什么 因为你是谁 你是蓝语人 对 夕阳西沉 黄昏的景致绚丽迷人 但是夜将来临 蓝语等待天明 是我们第一批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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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困难 等不及 等不及 没有在哦 不在 我带他 我带他 好 在這裏的演唱會上 剛好我們公司 她想要做一個節目 專門介紹我們這群孩子 來到蘭嶼 他們經過這樣的訓練之後 的一個成果 他們想要拍出來 所以可能也要跟大家講一下 畫面可能會放在公司上面 可以自己要拍到美女的畫面 要跟她們講 不能拍 不能拍 小龍好帥喔 開始了 這一群為蘭嶼發聲的年輕解說員 將要在四天內 用不同的角度 為遠來的客人介紹自己的故鄉 不行拍公司的拍什麼 公司的拍什麼 好 那我先做這個簡單的介紹 那我們現在環島是順時鐘的方向 那這個順時鐘方向的話 我們現在我們今天住的地方呢 就是魚人部落 魚人社區 那之前油屋很嚴重的地方 就在這個港澳 整個港澳都是油屋 油屋 你要拍啊 好 像這邊水好像就是中年都在滴 會一直滴一直滴 都沒停過 聽大人他們講的是 這邊是俗稱的葫蘆洞 因為比較像葫蘆那樣 前面是比較小的 比較窄的 就是這樣一圈啊 一圈 一圈 所以就是 比如說浪這樣打進來 剛開始可能只有前面的 然後它在這邊旋 然後這邊破了 然後再換這邊 它底部它都會衝擊比較大力嘛 所以這邊是最裡面的地方 所以浪衝進來的時候 就整個是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一個 所以越後面就會越 越來越 你看在前面是小的 然後 然後這邊就變成一個大的 對 我們都不來過了 北邊來 對 是這樣說 有可能要出來嗎 有啊 很粗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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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粗異啊 因為我們不來過這個地方 所以聽它說 我們才會了解啊 不然我們就都沒有了解啊 咱們說藍語藍語 我們不知道 藍語到底是什麼情形 兩隻老婆 我來叫你們唱傳統的 那個兩隻老婆 對 那等有機會聽到 哈哈 你不知你會唱 小心喔 因為有些可能是空的 對啊 這邊有行殺 這裡有海生 你摸了沒 那你摸啊 可以拿起來啦 拿起來 他不會咬我喔 不會咬人啊 對 他會有親人 肚子軟軟的喔 肚子軟軟的喔 也真的 所以已經要吃了喔 快點撿你 可以撿你 這也許 你們看 這嘴巴還是屁股啊 它是屁股 找到咱能吃喔 真的 我們都要烤眼睛了 走到這邊 在這邊 在這邊 來於海濱礁岩區 有著豐富的魚類 貝類 對外地人是罕見生物 但是對於當地人 卻是日常食物 只要細心尋找 就可以發現生態之美 等一下 魚類 如果我們還會補救 我看着這個 太多貓 水 或者去吃東西 我也要看 也得到了 太多貓 也得到 在這裡 呢 這盤子 之前啊 情人洞的由來 就是有一個男人 他跟當地的女生 你要照他 跟當地女生發生了戀情 然後他們沒有地方約會 約會啊 所以他們就會找這個地方 他們都會在這邊約會 那我們這次把當地女生這樣拉進來 對男女的旅遊想會有一些刺激 因為我們穿著這樣制服 每天這樣走 就有人會問嘛 你到底做什麼 或是說看到這樣一批人 同樣帶著一個景點 或是帶著活動 就是不一樣 有些深度 那就會給別人一些想法 可能你的鞋子要拿掉 因為是軟泥 讓你去親身去Touch 讓你去那個彌髮的感覺 對 去體驗一下 等一下再來吧 那那個都一樣的 對對對 這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你弄這個 那拿起來 對對對 這是這個地方 這個都要拿掉 等一下 這個要種一朵呢 不要弄這樣子種 這樣子種不對 要摸這個 對對對 要摸它的那個 然後就是這樣子弄 這樣 壓到 對 好 換一個新的 那個可以種 你就給它 它給你種 這邊到那邊 這個 我的衣服 這個 這個 用力 這個 哇 謝你 你要做藍芋好了 哈哈 好厲害哦 哈哈哈 壓 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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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紧凑的体验之旅后 传说中的兰语风味餐 终于在众人的期待中出现了 完全现彩现煮 连成菜的盘子都是就地取材 十变很好吃哦 就是说基本上这样的观光方式 比较不是一般所谓的生态旅游 我觉得台湾一般在讲生态旅游是说 我这里有很好的自然环境 我带你去走一趟 我告诉你有什么树什么鸟什么一大堆 基本上我们不是这样 或是带你去做自然体验 不是 兰语的观光模式基本上是 请你来分享我的文化的美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推的是 所谓的学习型观光 那也就是说当地人你不需要去迎合别人 我就是认真过我的生活 我肯定我自己的文化里面 有非常好非常美值得大家来学习 包括有机农业 包括尊重自然的那个态度 因为他们是不知道他们是当地的小孩 而不是说一般那种外来带的导游 或是那种不是当地的人 就是可能讲出来的那种 看似的观点角度可能 跟一般那种导游不一样 你不喜欢这样的东西 我还蛮喜欢的 而且我就很喜欢 就是听来语的他们自己讲出 他们心里面的话这样子 听他们讲出自己的话 这群蓝宇年轻人为蓝宇点燃一个微弱火苗 当他们让人们有不同的注视 也许一切改变都可能发生 我觉得这批孩子其实让我们觉得很感动 就是说其实从我们在跟孩子联络 就是说你要不要回来的时候 有很多孩子就是都是告诉我说 要回去哦就犹豫这样 可是那他问你说那要做什么呢 那我开始跟他讲的时候 讲完他们就说那这很有意义 所以我要回去 像这个活动它里面很多内容都是够学的 我觉得跟我学的还蛮想想的 所以我会比较想要听 然后再加上可能 像我这学期有想想土教育 那想土教育就是教可能比较当地的那些东西 然后教给小朋友 那我觉得可能就是有点像是那种 预备自己的教材之类的 佩君依旧会延续他的老师生涯 小龙仍然在寻找他的人生方向 但是今年暑假的一场解说活动 让他们的人生与蓝宇故乡更加紧密结合 孩子现在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 那明年的暑假我们除了做营队之外 我们想要办自己的教育营 以前过去兰语都是有台湾的大学生 组那种服务队 然后来办小孩子的营队 那他们想说 如果我们现在有经费的话 我们明年自己独立 我们自己来办我们对我们的弟弟妹妹的教育营 那我们来决定我们要教他们什么 然后寒暑假回来再做一些什么事情 那我就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不管当然理想会想得很好 但是不管它执行的 会有多高的那个执行率 但是我觉得起码它已经是一个开始 时代在前进 当开发成为一种僵化的公式 飘浪的蓝宇正在寻求另一种美丽的注释